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 提出無告 說洛西亞 打烏克蘭的戰爭 會提出未來一年的全世界 經濟行動減百分之一以上 如果戰書又這樣拖下去 洛西亞會繼續衰退 而且的造型 全球消費者無價碰到超過百分之一 另外中國英國的中央銀行 也決定要蓋利息 來對控到通話碰到 我戰爭繼續全世界經濟未認危機 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 在直接提出報告說 這場戰爭會讓未來一年的 全世界經濟行動減少百分之一以上 OECD說 因為歐洲 贈意庫來自國羅斯的領館 所以對歐元庫經濟後面的影響更加大 對美國的影響是最低的 OECD也說 影響的程度 主要是要看戰爭時間的等待 OECD也警告說 那是國羅斯跟歐西蘭的消費 出口完全全都進來 以大方度增加 三次各級的影響 現在在中國的社會者 通報指揮所至7.5% 中25年來的新冠 我沒有提起講 這也許只好歡迎 一個更小 面對東方的案例 OECD說 各國銀行會向重點 放一個會不會正確的正常化 平常在此之前 中台暫停時進行必要的幹部 來補充金融企業正常運作 在美國連政會 散播新秀進化後 英國銀行和英國人 中文堂也有過 四個通範率會到8%左右 所以在7月過日 新秀進化到2.75% 主要是連絡第三面新秀 來對抗幾十年來 最嚴重的通範危機 宮崎新聞 李維琳佩儀